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爱骑车爱卖货的雪大爷 今儿又来一期骑谈剧啊 今儿咱们邀请的嘉宾 是一帅哥啊 一会儿我得让他展露身材 哈哈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 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叫葛润 我是前北京自行车队专业运动员退役 嗯 现在是一个单车爱好者 哎 你 对了 跟你一条啊 你是不是抖友音什么截图啊 发给我 到时候 我不知道B站能不能说啊 到时候反正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行吧 行 我说把他账号发上 大家关注他一波啊 好 感谢 骑得非常牛逼 你就是你不符合我们这景谱标准 你没吹牛逼 你得 我是比较低调行吗 你得大概去说说原先你是跟哪练啊 然后拿过什么主要成绩 那就我就说一下我的这个运动生涯 我已经经历 怎么再说一下 我是从12岁开始接触自行车 是在昌平的业余体校 业余体校 对 然后15岁 体校毕业进到北京队 二线队 二线队 对 然后在北京二线队待了有两个月吧 然后进到北京山地的一线队 卧槽 对 就跟着一线队去东迅去比赛 那会东迅去的云南吗 第一次去的是福建福州 那个地方叫夜阳村 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山地乐学园基地 对 然后呢 然后那会儿比较年龄比较小吧 因为也比不了成年人的专门比赛 然后就冒名顶替 就顶到河北队啊 辽宁队的一些名额 就去上场比赛 但是很正常那会儿是 得到立即吗 完成不了比赛 完成不了的 到立即都没戏 都不给你机会 对对对对 是这样 就是那个路特有他们狠吗 那种山地乐 是非常狠的 就是 就这么吓人 对就是那会儿是刷新我的三观 摔 对 是我对金科这项运动 就是一个新的认识 摔的巨痕 对 就每天 说正常点 每天在山地乐野训练当中 每天十几个跟头是 家常便饭 对了 我之前老友客户来瞎聊天 我都说了一句话 我说袁庄龙哥们 他说他们队里骑的泰克金车 对 说他不想骑的泰克金 拿砖头焊 就是拿砖头砸 就砸不管那车 对 那就是你跟我说的 对 是真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是 因为当时我在队里的时候 器材确实特别懒 我都不知道 那最刺的 对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型号了 可以后 我给雪哥发个图片 发到以前骑的一个车图片 咱们插到视频里 大家看一下 我当初骑的是一个 16码的 捷特黑色的铝合金山地车 我记得那山地车估计得有15公斤以上 有照片是吗 对对 有照片 那其实就是 杰安特卖两分钱等车 对 基本就是 然后让你们去比赛 我们去拿那个比装全国比赛 全国的专业比赛 然后 我其实是在下了队之后 才第一次骑上山地的蝶卡车 我在专业队的时候没有骑过蝶卡车 等会儿 你这么一说好多有的观众 他就不太懂了 他就对专业队有误区了 但是真正的主力队员 牛逼的队员也都用的都是最顶尖最顶尖 对那肯定是 只是那会儿 那会儿 北京山地车队 他的经费啊 各方面可能是跟不上了 然后用的其他 确实比较差了 那你进过国家队吗 我进过国家队 我是2013年入选的国家清天队比的亚洲清天锦标赛 在成都的清白江 那骑的是什么车 车型那会儿是 那会儿还是有个小故事 我是比赛的前一周去适应训练 在国家队报道 然后在那适应训练的 就是比赛的前一天适应训练的时候 把自己的车骑坏了 就是上坡的时候 我的变速器总是跳飞 因为山地车 它总会频繁的变速 因为它的上坡下坡比较多 对 然后 老摔也得基本 对 跳飞之后 我的尾沟卷了之后 把后下差卷断了 然后那会儿就觉得 完了 我比不了比赛了 没有车了 而且我的教练不在那 我是跟着国家队教练去比这个比赛 然后我比完 就是学完练之后 就立马联系到我的队里的教练 然后教练 说他来想办法 然后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没有人来联系我 我比不了 我第一次 这种为国争光的机会没有了 然后但是第二天早晨 我记得特别清楚 5点 5点20的时候 我的教练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现在从酒店下楼 去给你借了一辆身体车 我记得当时借了一个河北队的一个车 还是我听到一哥们他骑的车 他那个是一个探监 太牛逼了 我当时现在挺高兴 我觉得这车他妈骑上了我觉得这个状态 那会儿也不用怕给牙摔坏了 反正队里了 因为那会儿队里气差也没有那么心疼 但是这个车特别 DER的地方就是他妈的 他那个刹车跟我是反手刹车 正常咱们用都是右手是后刹 然后咱们就是山区车很多技术 压弯啊 飞坡啊 这些过碎时 刹车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他妈车是 左手是后刹 右手是前刹 而且他是跌刹车 那是我第一次骑跌刹车 第一次骑跌 不给你摔了好几下 卧槽 我记得当时比赛一发枪是先一个右上坡 然后左下 然后再有进山 有个S弯 我记得就在那个S弯的时候 我重重的点了前刹车 我直接扎到松树里 然后那场比赛车是比的不好 最后拿了一个D8 比的不好拿一个D8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 你们作为运动员的角度 就是让你们 就是你刚才说 为国争光这句话 对 就是但是你那会水平 也不可能那第一吗 就是完全适合你的有可能吗 我觉得那个 那场比赛在我能力来说 前三名是没有你 因为那场比赛的第三天 就是全国青年级流赛 我拿了个D2 那会比赛 就是你说国外也有很多队员是吧 对 他是来的哈萨克 日本 韩国 这些亚洲的 那相当努力了 对 就是能有为国争光这种机会 真的是特别荣幸 那种感觉 对 其实 紧张也 对 也紧张 那会儿其实在专业队的那种氛围吧 觉得荣誉高于一切 就是你自己能拿成绩 就跟现在的这种利益啊 金钱那会儿从来没有想到 对 那会儿就觉得我能拿成绩 我不要钱 我觉得我自己很牛逼 为国争光 那太牛逼了 对 这种想法很超错 对 我再问一下 就是说你不用报复你的工资啊 就那会儿 就工资挺低的吧 应该是 我那会儿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对 没有工资 因为我 国家队员也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就是因为我那会儿是小队员 就是其实正常来说 18岁以下是没有正常的转入关系 就是视讯 嗯 那你吃喝什么 这怎么 呃 吃喝是每个月 500还是800 乳酸 那 那 你要交钱 哦 要交钱 哇操 太狠了 对 然后 接下来跟我说梦 但是我记得你怎么骑个场地车啊 我记得 哦 对 这个就比较有怨言 就是我刚进的北京队是练的山地车 嗯 山地车 我拿了全国青年前三名之后 然后又拿了前八名 嗯 然后后来我记得是 17岁每年办的视讯 嗯 就是能有工资 但是视讯工资是 正常队员的一半还是多少 反正不高 对反正不高 然后入队了 入队之后我就觉得 可能我的类型更适合于公路 嗯 然后我就想 转到公路 申请啊 对 然后我就去找到教练去申请我想转组 但是 那会还是出奇的顺利 嗯 就是教练也非常喜欢我 嗯 然后公路员教练也非常愿意 接纳我 嗯 然后我就转到公路组 嗯 因为那会儿北京队的公路组 他的侧重于场地一赛 嗯 场地的四公里团体 然后这一点就要说一下 就是 呃 其实我 从业余体校进到北京二线队 再进到北京一线队这个时间 就是比较快 嗯 因为很多运动员在二线队 他会磨练一些你的基础 对 就是会练一些你的体能啊 嗯 练一些你的场地车的基础 嗯 就是那个段时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上地车 嗯 然后我从山地车练了三年之后又回到场地 然后跟着那些老队员就像拿过全员会冠军的 薛尚华 还有北京非常知名的叶灵超 有机会让他们得上节目 对叶灵超做播我们四个人是四公里团体的全员 对对对对对 那会记得是在老山第一次骑场地车 诶 等会就是你 大家对于场地车大家就是死飞车 对就是死飞车 其实就是死飞车 对对就是死飞 但是呢你们骑那个场地不是一般人敢进去的 对那个是一个环形 像一个大波 就是最高最高的地方是几层啊 感觉像几层楼一样 嗯其实你骑到最高是觉得得有三层楼 我猜 就是大家看过那个 咱们中国唯一拿过轻车项目金牌的 就是场地项目对吧 对对对女子 就是大家应该看过跟上面绕 感觉没多大 对没多高 对 但人生上去感觉最高点是三层楼 其实很恐怖的 巨恐怖 对很恐怖因为它的倾斜角度非常大 是因为你是在这个角度 也俯冲了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 因为我们跑四公里团体 它就像计时车一样 就需要这样扶着车吧的 嗯 我第一次上场地我不敢扶 那也确实不敢 没有刹车你跟那么近害怕 对 我只能这么扶 然后跟着跟着得有两三个车距的距离 跟着他们 多快 做准备活动每圈 250米圈 我记得那会是16秒一圈还是17秒一圈 就一直跟 匀速最起码还得4550往上 那就很不高的 对 就是准备活动 准备活动 对然后那会非常累 觉得不行了 这他们起不了了 吓人 那摔过吗跟上不去 我还真没在场地上 你才没看 我非常荣幸 就是幸运的一个事 再问一下 就是咱们就下一块 你这个话题聊太长了 就是 你最好成绩 在这边绕圈 因为大家关注的 其实你们奖杯啊 人家可能大家不懂啊 你就说你绕圈的运速速度吧 运速速度得一 你赛里面你最快过的 因为那会是长期 你可以说团体 团体赛 团体赛我们那会最快是4分12 4公里4分12 4公里4分12 运速多少 这个得大家算一下 我们当时应该用不了马表 何生你知道吗 何教练跟这样 4公里 4分12 57点多 57点多的速度 应该应该 5758的速度 4个人轮 对4个人 很累的 就等于上的叫冲刺 当然你可以来几张照片让我们看看 可以 就是一笔场地的 可以 然后第一个自我吹牛逼环节 他吹了太久了 聊得太狠了 聊太细了 这小伙 然后呢 咱们第一波完事了 就是 对了 我每次就来我这的 我都让他们吹一波赞助剧 现在你是没有人赞助你的 对 就完全自己骑 对 现在自己骑 那就不用吹 不用吹他们了 自费车手 对 那我这得吹一波 那他干嘛呢 他找雪袋修车来了 雪袋牛逼啊 他来了一会看他车 然后呢 怎么喜欢上的自行车 我老问大家 但是你 我据我所知 你是专业队那种 应该不算喜欢 你怎么接触上的 其实我接触自行车还是挺偶然的 我是小的时候练中长跑 中长跑 然后中长跑每次有区比赛 嗯 我每次区能拿个前三名 大概一千五能拿前三名 然后教练就去选台 因为那是六年一校毕业了 然后自行车就 自行车教练就把我选到体校 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傻 就是翠儿一出来的孩子 什么都不懂 然后去体校之后 我记得报到第一天 我还跟着人中长跑队练了一下午 然后人家教练就 你是被自行车的选走 然后你到了体校 然后你去中长跑那 跟人练了一下午 对对对 我还以为我是练天竞 对 然后那会儿不知道自行车这个项目 然后人家教练说 你不是我们队的队员啊 说你是哪个队的去找你的教练 那还跟他练一下午 你就练了一下午 反正又练了一下午 然后我第一次看见我们教练在体校里 就跟我来了一对 你妈了个逼你跑哪去了 找你一下午 就来一个精彩 你妈了个逼你跑哪去 急死了 对对对 就找出孩子了嘛 把孩子给闷丢了 然后从此就开始踏上自行车的这个 就刚才说的那种 对 然后其实真正爱上自行车还是在退役后 退役是哪年的事吧 我是2015年生病 然后2018年正式退役的 2018年退的役 对对 然后哪年进呢 嗯 我是10年 07年正式接触这个 卧槽 那玩了很多年 对对对 然后退役之后才真正喜欢是吧 对因为之前是拿自行车当当做一份工作 就给你什么用什么 你那会儿也对自行车这些器材啊 没有概念 什么尺寸角度 没有概念 品牌都没有概念 你给我什么我用什么 毫无追求 没有 我发现现在就是专业那些小孩 有些我认识他们也自己在追求 对 自己对这些有认知 对 刚才接了一电话断了一下 就聊到就是 现在小孩都挺有想法 对 就是说我现在有FTP公寓什么的 对对对 对你退役之前那会儿有公寓吗 我说实话退役之前都没有马表 都没有马表你都 对对对 牛逼 然后等于就是退役之后 就是什么契机 就是退役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没骑的吧 对有三年吗 三年就没骑车了 对对对 没碰车 但是你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玩车的 小致 对对对就是学哥的老朋友 就是说一直跟他接触 后来对 病好了 生病好了 然后就开始骑车 对对对对 就休闲期 对是这样 就是我因为生病之后 那会儿不允许我运动 然后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 其实你离开这个自行车 虽然说以前是工作吧 然后你离开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割手不掉了 就像自行车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是 这还是就是心底的热爱吧 然后后来又捡起来 然后又开始恢复啊 会去骑车 我恢复骑车 是有两个人对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点 第一个就是雪哥的老朋友 至性格 对他是我也是我非常好的哥们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刘冉 冉哥 冉哥是他 他其实是女的 对对 冉哥是女的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车手 大姐大 非常厉害的车手 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 对因为我们在专一队的时候就 认识 但是没有过多的接触 然后后来是 他在微博上私信找到我 愿不愿意去付出去骑车 然后我就是那会确实是没有器材 然后跟他 就是也坦路心生嘛 就是想骑车 然后确实没有东西 冉哥二还没说 然后就发来一辆车 然后就给我骑 对 然后从这之后就开始 就回到组织这个圈子 那会儿应该骑的是一个小米 对小米的奇迹 小米奇迹 对对对 那会儿就是 重新踏入去冰山了 对 从那会儿真正喜欢用的 对那会儿真的爱 到现在来老计不琢磨 换转换大 对 就是现在的想法比以前要复杂很多 以前就觉得操机车能骑就行了 就干 如果说就是 当时你们小时候就有这些东西注入 会不会练的更好 骑的更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把双刃剑 就是用好的人肯定是能帮助你的成绩提高 用不好的人就是会拿这个来给自己找借口 就觉得自己他妈的器材不够好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好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这 对在腿上 对 然后咱们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我刚想问的就是 就是你的第一台车 刚才你不是说那改变吗 对对 你的第一台车是什么品牌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阿米尼有没有印象 我的第一台车是一辆阿米尼的杆变 它的变速器不在手上 是在大梁的这块有个杆 大盘在这边 小盘在这边 你爬坡的时候还有低头去看 对对对 那这最古老的就是 什么风速风雕了 对对对 差不多吧 阿米尼是哪车我都不知道 阿米尼是法国的还是哪 反正是挺牛逼的 对 那是你的第一台车 对我的第一台东西 就这一点对上配的 对对里发的 嗯 然后我看看啊 咱们这个车聊完了 然后说一下咱俩是咋认识的年纪 卧槽咱俩认识在 岳栏小智 对 还是咱俩在投机友 应该是在2015年吧 我觉得 我记得是评估有一场比赛 嗯 那会我已经不练不齐了 然后他带着我出去玩 然后咱们在半路上接上去咱们一起去评估 你还记得 对吧 那是咱俩第一次见面 但是之前在一个群里 对对对咱们说话但是没见过面 对对对对 是在2015年 这么多年了 真是 我记着那会对你印象就是我听他们总说 国家队的 但是呢说你这个胳膊比腿粗 对对吧 胳膊比腿粗 那会腿没法练了 对 但是去健身房去练练这什么 因为那会受伤之后肌肉萎缩特别力 然后因为我下队之前是跟着 场地经济队练过一段时间的上肢核心 所以那会就伤肢非常壮 嗯 然后就是刚才聊到这儿了 那刚才抱一环节一会儿给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我发现昌平车友都爱练练练练块儿嘛 上回是筋哥来的 筋哥也可以 筋哥上回就是我说哎 这算是人一直坚持练 对 人家有腹肌呢 筋哥是非常牛肌 对 然后你站起来给我们稍微撩一下 让我们看看 这好啊 这不会被吞啊 不会没事 来来来 给我们看一下 真正的肌肉 肌肉猛男啊 好久没练了 好久没练了 这好久没练了啊 哇擦 行了行了行了 河山犯着坏笑就给拍了一段 河山其实也有腹肌是吧 河山犯的身材也very beautiful 对 你们昌平训练这圈子是 你们那边那圈子都爱去健身房吗 有况呢 也还好吧 没有一起约着去健身房 可能就是发一些装逼的照片在圈里 然后大家就去 一会那边就比上了 对对对 我也练了 对对对对 反正我看你们那边老是马下集合 对对 马下 闯王马下 昌平的集合基本都在西关环导 李子生环导下面 我感觉那边齐行氛围多好 就是非常好 我觉得比要离山近 对要比通州这边好 我觉得北京两大齐行氛围比较好 一个就是北边和西边 对西边那边 对超过什么艾斯 对 玩得非常好 然后咱们看下一题啊 咱们这个多大人多大推移 刚才咱们已经聊完了 这视频应该也拍一段时间了 咱就来最后一题 有机会可以常来去啊 就是让那些高手们 一块来一起 会议一桌子聊啊 就是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你知道吧 有好多小孩 你应该都知道 就是 怎么说呢 因为时代发展的 越来越快了 就是短视频 各种短视频 然后B站什么的 大家去看那些视频 就是幻想了 小朋友 我也不上学了 我他们要去跟职业的 一块去练了 我要进职业队 我要进北京队 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的小朋友 就是我希望你 对他们说一些话 因为你是真正的去练过的 很小时候就去练的 对 然后里面的酸甜苦辣 这专业队里面 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一定有灰色的地方 对 然后你 当然我不让他说 就是你都知道 你都体验过了 然后到现在业余 就是自己骑着坚持玩 你身边也认识那么多 专业队的 不比专业的 比业余的 也都有 你给这帮小朋友们 简单说两句 嘱咐两句吧 呃 这个话题其实还比较富的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从 从小在专业队长大 然后现在 嗯自己又爱好这个项目 到业余圈就认识很多 业余圈的朋友 等会儿我再插就论 我那会儿我是搬路出家的 嗯 我我就是比了几年下 我不比赛那会儿 下来就找工作 我都觉得我自己 跟你傻逼着脱节了 嗯 那会儿你有傻逼状态过吗 有 我觉得我傻逼至少得有 三年吧 傻逼至少三年脱节的 对就是你不懂 就是在社会上觉得什么都不懂 因为你是更可怕的 对 你是打小就是去那了 就说实话 我从我的我的文化水平 可能也就到初一 嗯 对比比我还强 强那么一人一 对 我是小学 对我就是初中之后 就没有上个文化的歌 嗯 然后在队里就每天就只有训练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嗯 如果真的你是 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专业队 跟业余圈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那么 专心的去想往专业队 往这种圈里去扎 我觉得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越来越开放了 对 就是小朋友们还是要想开一点 嗯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那块料 你还是要把自身打应 嗯 对就像我觉得就是 自律 对要自律 要自律 就是像国外的一些运动员也是 就是你 第一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喜欢这个项目完全OK 但是你要把你现在这个时间段 嗯 该做的事要做好 因为你这个时间段就是要学习知识 嗯 要填充你自己 填充你自身 然后把你学习做好之后 你再去做你的爱好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样是是正确的 你要真是想把你学习放下 然后去做你的爱好 然后到一定年段你就觉得 你又该去学习了 那是完全 坚持不下来 对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发现 你身边应该经历过很多带车友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跟水哥说一个就是 其实专业队的筛选率非常残酷的 筛选率 对 有这么一说 对 因为我是从小一步一步 你怎么太顺了 对我从小一步一步走上来 我就跟大家说 我真的是算很顺的 我在我的小学 我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村子里的孩子 然后从小学 那么多人 选拔两个人 嗯 到业余体校 嗯 然后我从业余体校 有每一批那么多人 只有我一个人 嗯 昌平旭只有我一个人 嗯 当时去了北京队 当时没有选上的人怎么着 就回上 就该起不干嘛干嘛 就该起不干嘛干嘛 然后我从那么多北京队二线队员 那一批一批几十上百号人 又进入到一线队 能拿到这碗饭的 挣到这碗饭 拿到点这个钱 这点钱 拿到这点钱 嗯 但是呢 你光说顺了 你一定特他妈努力吧 呃 说实话确实是 就是我在北京队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努力 嗯 嗯 就是真的很拼 就是训练能把自己练到发烧 嗯 跟着 说他妈你呢 啊 就是 大家都要看我视频 跟着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小孩 就是看着 身体条件 就是看着也不错 嗯 老他妈逼 放假的时候 四点 玩游戏 玩到四点 下午四点起床 这样是绝对不行 那是打职业电竞的没错 然后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小小朋友们你一定要从小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 嗯 其实我我身材好并不是我这一两年练好的 对 大家知道健身这是一个积累的东西 嗯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为什么能练得身材好 退育这么多年了我皮质一直保持在10%以下 嗯 是因为我从15岁进队然后16岁开始 嗯 每天晚上 就是白天悬脸晚上吃完饭6点半以后7点 在健身房面到9点半健身房关门 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一直保持的 对 为什么因为我当时认识一个好哥们他是棒球队 嗯 就是他们棒球队很好的传统 就是每天训练训练任务之外 他们都会很自觉的去练自己的短板 嗯 因为我当时进队的时候就是比较瘦我 然后我觉得我要加强这方面的东西 就不管说我的核心力量上肢力量下肢力量 我自己脑子里明白我要干什么 你要就是你想要吃这碗饭 你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你为什么要比别的人强 你为什么教练喜欢你 对 为什么我从山地车队这么顺利转到公务 对 教练都看到眼里 嗯 就是孩子们 你们一定要头脑清醒 嗯 不是说我今天喝着可乐吃着炸鸡 明天我就能拿过牛 嗯 别骂了 别骂我了 大家也都是 大家也一路能看到我吧 对 看我视频看几年了吧 一开始多少 现在多胖啊 啊 坚持吃可乐喝炸鸡 不吃喝可乐吃炸鸡 然后不怎么骑车就变成我这样 对 就是说哦对了 就是天生这一说 是有这么一说吗 嗯 你们去训练的时候有测误吗 哦测误 就是测误吧 因为我听朗哥说过这句话 所有运动员专业运动员选台的时候都会筛选一些天赋比较好的 就是天赋所谓的天赋其实就是涉养的 对对 就比如说你我和三 咱们仨都是一块选 选上了咱俩咱俩能力都特强 对 选上咱俩了 带着咱俩去一个机构去测测诧 摄像含量高你 那就选上你了 我们俩滚蛋 因为你摄像含量高就是你以后走的路会更长 你可以升级更高的等级 对对对对是这样 就是你们都测过 对每个人都要测 这个就像这是多少年前的 这是门槛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 非常小 我在进队的时候是07年 07年很多年 最起码10年以前都会有这套东西 测涉养 对 就是在公寓车上 公寓车上去有一个病人诈 嗯 然后去测你最大涉养量 然后扎着的血吗 对扎着的乳酸 然后还会有一个15秒的最大公寓 就冲你最大的公寓 那会儿骑 那其实那会儿你骑的台子是萨姆的台子 对萨姆的 那个很贵了 那多少年前就有 对对对 非常牛逼 所以小朋友们都看了啊 就是善用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人家真正的自律 那么自律 才会坚持下来 但是坚持到最后 还会有其他很多事去磨砍你 对 你的伤痛 然后你的病痛 让你没法再坚持汽车了 对 就是人生道路会有很多坎子 嗯 当时其实我也非常想不开 就是觉得自己再一定高度了一下摔下来之后 心里承受不了 但是其实你要想 自行车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 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对 然后现在玩得也挺开心的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 自行车运动给我带来快了 我觉得就够了 我并不是说想要去拿多少荣誉 而且有那么多团体小朋友们一块儿玩 对而且我觉得我因为这项运动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就像许哥这样的好哥们儿吧 我觉得就是我人生中比较受益匪险的东西 就是说实际上你现在再想充分再想玩一玩 比比业余的也有很多也挺开心的 对对 就是现在这个比赛这么多 然后这么多元化的东西 又能接触到这么多的车子呀 装备呀 好朋友啊 赛事啊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非常完善了 嗯 很好 可以 然后咱们最后啊最后露眼葛润车 葛润车跟咱们那弄 对 稍微露眼 咱们就这期节目就撒拉拉咱就再见 好 不用限制就是 来了就简单看一眼啊 简单看一眼 就是葛润车这红点车都不用多 你家里面 想都不用想啊 因为是那什么中国红什么 对 这个车就红色特别有情怀 因为我在这边也骑陆个 嗯 然后我大概骑了 8-10台车了 你也骑过太阳 对太阳骑过 陆克骑过 然后大多数都是红色的 所以对于一个非常有情怀 然后葛润之前一直使的 其实UT变速 对 对 就是这个车架走线 就是想内套 对 不太好看 对 而且手感很不好 但实际上用的机械变速也能有问题 能有 一什么问题 然后这会儿就换一个这个旅太后 对 无限电变 然后呢 这车把一直用的是铝的 对 也是铝的 对 之前河山那也是铝的 他这都是铝的 都是铝玩家 铝的很弱 就是小的强度完全弱 嗯 就是小朋友们没必要 那么太赛这件事儿 对就是大家看我这这肌肉这么强 这个铝的就绝对没有 对 要是一碳他就给牵折了 然后牙盘用多呀 用53的 53不叫铝盘啊 对 小车 铝盘用多汁 今儿把他这个 今儿今儿这伙子买的就是他了 一会儿我们就继续搞他 然后呢 就简单看一下 咱这节目就到这儿了 然后咱们下期节目见 然后咱们一会儿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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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